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放缓 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 养老负担越来越重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不断增大 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 合理确定调整水平 此次调整是2005年以来 和博生企业退休人员第14次连续调整 也是在全省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改革发展任务更加繁荣的大环境下 给退休人员办的又一件民生实施 近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 确保期月底 前企业退休退职人员增发的养老金发放到外